德国慕尼黑,消费有多贵? 话不多说了,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是运尼黑,小胡子,马基,我来了,没错 好,欢迎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 我们过来上看慕尼黑市中心 今天人留下多贵 慕尼黑真是一个好地方 除了山都以外 慕尼黑就是我这一辈子去过最喜欢的一个城市 每次来到这边都会感觉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的感觉 虽然说慕尼黑是一个很贵的城市 但是如果你有钱 你在这里生活就会非常的免费 这边好吃的东西也多 好刷的东西也多 那么我们紧着去看一下水座行吧 现在来到了 马里亚的广场 这个就是慕尼黑这边最经典 最主名的一个地方 然后 所以现在这边人还是不少 但是如果到夏天来的话 这边基本上过不去 因为所有的 游客 所有的人 来到慕尼黑 必须来到这个 马里亚广场 那么这个马里亚的广场 后面的这个建筑 就是相当于我们 在慕尼黑这边的市政府 现在已经到夏午了 那么 没有 还没有到夏午咖啡的时间了 但是 马里亚热了 支持了早餐 现在 我找了一个地方 坐下来 坐一会儿 吃个东西 我订了一个 非常经典的 慕尼黑 的吃饭 来咯 这个就是慕尼黑经典的面包 还有这个天节目酱 还有两个白香肠 一杯啤酒 然后还有一个 非常 不错 的环境 这些你们刚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慕尼黑的 早不中午饭 马里亚热已经很饿了 吃完了 还不错 这个味道 之前我在成都 也尝试过一个中国式的 这个 白色香肠 然后 吃两个香肠 一个面包 一个节目酱 一个啤酒 100多块钱 就没了 120块 包括 给服务员的小费 那么现在 景气 也开始 好起来了 现在我还要 带你们去 看一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 Victorienmarkt Victorien的 龙毛时长 可以这么说 这边有 这边有 面包 旁边有花 这里有更多的花 然后这边有一个传统的 巴伐利亚 的书 这个不是一个真的书 这是无头的 那边有 蔬菜 这边有一些 地乌 这边有 鲜炸的 果汁 华物 这个可以 这里有 坚果 水果 蔬菜 其实这里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 有传统的 一个 菜市场 这里还有一些 甘纹 和 奶酪 和 姜 蔬菜 这里有更多的蔬菜 然后 这个市场 其实 历史 很厉害 很久 很长 但是 这里有很多很多奶酪 这里有很多很多奶酪 整体说 这个市场的 环境 的设备 都是 比较 高端的 可以这么说 当然 在这边 卖东西 的话 也会 比较 贵 但是这个 市场上的东西 都是 比较 人地的 就是这些 蜂蜜 这些 面包 然后 鸡蛋 蔬菜 奶酪 饮料 水果 这些 大部分的 都是本地中的 本地 生产的 所以说 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不错 那么 Candy 吴尼黑这边 还有很多 很漂亮的 很值得 去看的地方 但是 马克力今天 安排的 也太多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 要出发了 要去下一个地方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 我的朋友们 你们看到 吴尼黑市中心 感觉怎么样呢 想不想 过来 看一看呢 拼了你们 跟我锁一下 哇 现在 接下来 客区的地方 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 如果你们想知道 那我建议你们在下一期视频 由我来铁牙 那么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感觉 不错 可以 有意思 就别忘记 帮马克力 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的账号 谢谢 你们今天的观看 马克力要说 再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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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